2018年春节 在外打拼多年的郑丽华回到老家西安市 作为成功商人 她在昔日老同学面前扬眉吐气 获得无限荣光 尤其是收获了年少时久追不得的女神 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底的自卑与失落一扫而光 她感慨万千 这才是活着的滋味啊 郑丽华 十年38岁 陕西省西安市人 父母都已退休 她高中毕业及当兵 转业后到深圳在一家自华公司做业务 后来老板移民 她接手公司任经理 这是一次大机遇 她赶上了自华古玩的耗时机 赚了很多钱 最终把公司买过来为自己所有 由于一直忙于打拼 她32岁时才结婚 妻子宁海燕是同行 一个雷厉风行的女老板 强强联手 两人的生意更是如日中天 他们在深圳买了价值千万的房子 儿子也已经四岁 2017年下半年 由宁海燕牵头 公司做了一个建立玉石加工厂的大项目 因为贷款迟迟批不下来 他们把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 2018年春节 宁海燕带儿子回惠州 娘家过年 允许郑丽华独自回西安老家过年 走在西安的大街小巷 郑丽华感慨万千 她心中一直有个结 高中时她苦练笑花雷炎 对方简直是她心中的女神 雷炎也一度对她有好感 但因为她没有考上大学 一丝情愫最终无疾而终 在郑丽华的困顿岁月里 雷炎似乎一直高高在上 并她渴望而不可及 她陆续听说 雷炎大学毕业后成为中学老师 嫁给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公务员 当时郑丽华很是自残行贿 如今她终于可以衣紧回乡 把年轻时的落魄寒酸 伤痕累累的自尊全部找回来了 自己该如何出场呢 郑丽华思考后 请了两个高中同学 吃了顿豪华晚餐 讲了自己的发家史 同学既羡慕又佩服 这让郑丽华非常受用 接着她又挨个打听同学的近况 问了一圈 发现自己居然是混得最好的 远远超过上大学的同学 她的优越感油然而生 只是不好太过明显 接着她还特意打听了雷炎的情况 才知道虽然她起点很高 可公公去世早 老公又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这么多年居然还是个科员 依然住在没有小区环境 没有电梯的老房子里 郑丽华心里竟有一丝痛快 郑丽华请这两位同学 帮她组织一个同学聚会 地点就在西安最高档的饭店 她请客 但她让这两个同学 先不要说是她组织的 为了感谢他们的辛苦操持 她又许诺给每人赠送一部苹果手机 果然 2018年春节的同学聚会上 郑丽华作为神秘嘉宾现身 引起了轰动 所有同学都羡慕她的成功 恭维她的出手大方 看得出来 雷炎更是吃惊不小 雷炎比学生时代胖了不少 但就她这个年龄来说 仍是风韵犹存 郑丽华借着酒敬 对她殷勤示好 同学们也跟着起哄 大声说 情景在线 时光倒流啊 接着 有人会声会色 讲述了当年 郑丽华追求雷炎的那些糗事 又引发阵阵喧闹 雷炎有些尴尬 而郑丽华则特别受用 她知道 如果自己是落魄归来 同学们起哄 就是她尴尬了 可现在她是成功人士 所以当年 月球现在月事 显得传奇和励志 借着同学们的铺垫 同学会后 郑丽华约 雷炎私下见面 但被她拒绝了 几次三番 郑丽华表现出非常念旧 有情有义 雷炎最终答应她见面 只要肯见面 就有机会 郑丽华大喜过往 她出手阔绰 开始找机会 送雷炎高档皮包和化妆品 雷炎表现矜持 但看得出来 很是喜欢这些礼物 言谈中 不时流露出 对她的崇拜 和对丈夫的不满 郑丽华觉得自己的自尊心 得到了满足 更加火热地给雷炎发微信 送她礼物 终于 在郑丽华回深圳前一夜 两人越了雷池 其实 雷炎的风采自然没法同年轻时比 可那种得到女神的感觉 让郑丽华心满意足 至此 她认为自己的衣锦还乡 总算得到了最完美的权势 由于有雷炎的牵挂 回深圳不久 郑丽华又找了理由来到西安 除了有雷炎温柔入怀 更有同学们的崇拜与拥顿 郑丽华发现 同学们开始以她马首是瞻 还特别请她作为中间人 化解了两个同学的多年恩怨 这样一来 她俨然成了同学中的领袖 于是同学们怂恿她在西安开分公司 这样一来 咱们可以继续喝酒踢球 郑丽华灵机一动 真是个好主意 除了和老同学私混 更能有借口多回西安与维延见面 回到深圳后 郑丽华便向宁海燕 提出到西安开分公司的设想 可是宁海燕反对 但禁不住郑丽华的软膜硬泡 2018年4月 一得到妻子同意 郑丽华立刻回到西安 筹备分公司 很快 她的公司开业了 在西安鼓楼附近最繁华地段 门面宽敞 装修精美 所有老同学都来捧场 气氛火爆 她更成了焦点人物 郑丽华由此 有了长久逗留西安的理由 她的事业 爱情都在古城 焕发新的活力 可是雷严这边发生了变化 与郑丽华的关系让她不安 约会几次后 她提出不想 愧对丈夫和儿子 希望两人回到同学关系上 郑丽华有点不高兴 但还是豪气地说 你放心 我依然是你最好的朋友 会一辈子照着你 你今后有了困难 尽管找我 雷严想想说 我也没什么困难 不过我倒是一直想给家里换套房子 如果你有什么投资的路子 能想着我 我就感激不尽了 郑丽华当即拍着胸脯说 有钱投给我呀 稳赚不赔 她要雷严入股她的公司 给她20%的高利率 每季度返利一次 雷严觉得以他们的关系 郑丽华是绝对不会骗自己的 只是想帮一把自己 于是她同意了 拿出所有积蓄 并借了亲友的钱 凑了30万入股 然而 郑丽华想得很好 可西安的分公司 自从开业以来 生意却一直不景气 这时宁海燕打来电话 说深圳公司出事了 让她立刻回去 原来 因为整个行业不景气 业务出了问题 贷款还不上 银行要收回房子 郑丽华回到深圳 两人东奔西走 到处找钱追加投资 最终也晚不回败局 家中的房子被没收了 郑丽华夫妻临时租房度日 不用妻子说 郑丽华也明白 得关掉西安分公司 如果把场地转租出去 还可以收回一些资金 另外 没人的钱也得还回去 她准备尽快回到西安 把分公司关了 就算同学们会议论 她也可以托词说 深圳公司太忙 没经历照顾西安生意 之后她就不再回西安了 7月 郑丽华回到西安准备善后 然而同学们知道她回来后 立马约她吃饭 热情高涨的商议 高中同学毕业20年的聚会 之前她承诺为这次聚会 捐款5万块钱 所以同学们都推举她为聚会主管 以她的时间 她的安排为准 见同学们都以她为荣 把她当马云一般崇拜 郑丽华没办法 也不想说出事情 无奈之下 她动用了准备 喊给雷彦的钱 与另外几个混得好的同学一起 承揽了聚会的大部分费用 包括给母校捐款 慰问当年的班主任老师等 这次同学聚会 更是把郑丽华推举到灵魂人物的高度 让她苦笑不已 同学聚会结束后 雷彦投资分红的时间也到了 现在 郑丽华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同学知道她落魄的真相了 可是她又心虚 因为她只能用雷彦的本金发她的红利 可万一她要把本金拿回去怎么办 多年的商场经验告诉她 她只能表现得更加意气风发 雷彦才会愿意继续投资 于是郑丽华在高档酒店请雷彦吃饭 并给了她分红 比说好的利息还高一些 她表面镇定 内心却坠坠不安 生怕她要回本金 但雷彦见到丰厚的分红 果然很欣喜 说她要继续投资 没过几天 雷彦来找郑丽华 说她又借了些钱来投资 并且委婉地表达 其他几个同学也想通过她入股 郑丽华的公司 原来他们知道雷彦获利的消息后 想到她与郑丽华的暧昧关系 都觉得郑丽华是不会骗她的 所以也想通过雷彦入股 郑丽华没想到会这样 她很意外 也有些犹豫 她正需要钱 但她又怕这些钱有去无回 窟窿太大 不好交代 可雷彦却把她的犹豫地想成 她不想扩大恩泽 就替其他同学求情 现在的银行存款利率太低 你能帮就帮帮我们吧 郑丽华同意了 就这样 一来二去 入股的人越来越多 同学 同学的亲朋好友等 郑丽华拿着集资的上百万 回到深圳 她告诉宁海燕 西安分公司暂时不能关闭 讲了同学投资入股的事情 资金是最重要的 宁海燕没有责怪她 而是立刻用这笔钱投到公司运作中 但奇迹没有发生 公司彻底溃败 郑丽华焦虑不安 这么大一笔同学的投资 她怎么还呀 十月到了 又是分红的月份 郑丽华只好顾忌重演 来到西安 用大家的本金发红利 依旧比承诺的高一些 于是 更多同学的亲朋好友慕名而来 她又有了上百万资金 郑丽华幻想奇迹发生 决定用这笔钱投资到新项目上 快速生钱 她能东山再起 但是很不幸 新项目又失败了 这彻底毁灭了 她投资赚钱 还同学本地的设想 窟窿越来越大 她根本还不上 也不想再还 于是 她决定完失踪 待一切安排好后 2018年12月 郑丽华的电话关机了 又倒付利息的时候了 雷妍打电话 找郑丽华 发现手机无法拨通 开始还以为 她可能在出差 但是眼看 连续两天电话都打不通 雷妍慌了 以为郑丽华出了意外 根本没想到 她是在骗大家 躲大家 很快 同学们也发现了异样 来找雷妍 雷妍安慰他们 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同学 她又不会骗我们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 在处理 可是事情的发展 超乎想象 有人发现 郑丽华的公司 以人去楼空 雷妍傻了 这可是郑丽华呀 那么成功的 重情义的男人 说一辈子都会守护 他的男人 怎么可能再利用自己 骗大家的钱呢 雷妍疯了一样 发动身边的人 去找郑丽华 这才知道 他在西安的父母 也被他接走了 不知去向 雷妍傻了眼 郑丽华果然在骗他 于是大家只好 集体去报案 可是郑丽华 一直没有找到 但雷妍成为 重使之地 同学都责怪他 说都是因为 听信他的话 才会在郑丽华那里投资 说他也是同谋 很快 雷妍的老公 也听说了他与郑丽华 曾为情人 并由此 对郑丽华利用 骗了很多同学的钱 雷妍的老公 勃然大怒 向他提出了离婚 雷妍禁不住舆论的压力 只得同意离婚 并作为过错方 没有征到房子 和儿子的抚养权 雷妍痛苦不堪 他把这笔账 算在郑丽华身上 对他恨之露骨 2019年1月30日 雷妍意外得知消息 郑丽华要送父母回魏南老家过年 在西安中转 原来 郑丽华父母不适应深圳的生活 西安又回不去 就想回魏南老家 郑丽华 只得应允 当天夜里十点钟 当郑丽华和家人 刚悄悄回到西安的住处时 雷妍和几个守在那里的同学 一拥而上 堵住郑丽华 让他还钱 郑丽华起初很慌乱 但很快镇定下来 他认真地说 你们每个人的投资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只要有钱 我一定给你们 想到自己受到的连累 雷妍气愤地喊起来 不行 你现在就得还钱 不然别想离开 我们已经报案了 警察马上来 你跑不了 一听警察要来 郑丽华推开雷妍 拔腿就跑 雷妍一把揪住他 但被他嗓了个量枪 情急与悲愤之下 他想都没想 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 猛地向郑丽华刺去 郑丽华躲闪不及 腹部被刺中 雷妍又连刺了两下 郑丽华倒在地上 鲜血直流 警察赶到后 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结果发现肝脏被刺破 幸亏抢救及时 捡回一条命 雷妍则于次日 被西安市连湖公安分局刑拘 而郑丽华因涉嫌诈骗 也在出院后被收审 近几年来 由同学聚会引发的各种纠纷 层出不穷 当纯洁的同学情谊 被攀比 炫耀等复杂的人性所裹挟时 也就变质成名立场 而那些血裹着虚荣和欲望的礼物 总会在暗中标好价格 越诱惑越昂贵 从你享受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要偿还 本暗中 一紧还向面子大过天的 郑丽华的形象 很有代表性 而雷炎之所以受骗 说到底还是逐利和虚荣导致的恶果 发人深省